各位朋友大家好 我是Achair 上节我们做的是准备工作 这一节我们开始安装WordPress和Avada主题 首先我们先打开域名 也就是它的网址 这是WordPress的安装界面 要输入数据库的一些信息 如果这一步总报错不能过的话 要检查数据库的信息 包括数据库的地址 数据库名 用户名和密码 要给这个网站起一个名字 如果是你的网站 就写你的公司名称 这是做教程用的 写个叫上的名字 用户名 Admin 这是后台的管理账号 用户名和密码 输入一个真实的电子邮件 如果是你的真实网站 建议用Sort引擎来索引 从这里来登录 我们先看看现在网站是个什么样子 输入域名打开前台 现在这个网站的样子是WordPress默认模板的样子 也就是说它和Avada主题一点关系都没有 这里是后台 输入刚才的用户名和密码 这是WordPress的后台管理界面 上面有一个顶部 有一个左侧 中间是内容 我们看看有什么更新 有一个翻译需要更新 直接点击就可以了 显示成功 一个主题的翻译 左侧的功能 我们稍后再讲 我们先看看如何切换主题 进外观 主题 这里有四个主题 其中有三个是WordPress默认的主题 它们在 contentSims里边 一共有四个 三个默认的一个Avada 跟这里是一一对应的 下面我们来启用Avada主题 点详情 看一下版本号 是由SIMFusion创建的 点启用 好了 Avada就启用了 我们再看看前台 刷新 已经变成了Avada的基础主题样式 顶部有个黑条 我们给它去掉 在个人资料里 有个在浏览站点时 显示工具栏 把它隐藏掉 更新 然后我们再看一下前台 顶部黑条消失了 现在网站内容是空的 怎么导入我们下集再说 我们先切回后台 先安装一个插件 这个插件 这个插件是Avada主题的必备插件 也就是说没有这个插件 Avada是不能工作的 这是它的核心插件 它这个主题包自带 直接点安装 我们先看一下Avada的主题选项卡 第一项 产品注册 如果你的Avada是从SIM Forest市场上购买 并下载的 Avada的License有两种 最常用的就是这个标准协议 标准许可证 是59美元 购买之后 它会发给你一个购买代码 第一个SIM Forest的用户名 这个你是有的 第二个它会发给你 第三个是一个API的Key 这个可以从SIM Forest的用户设置里面添加这个API 输入正确的信息后 提交就会注册成功 当然了 如果你的原码来源于淘宝或者是百度上搜索的 那就没有必要注册 再告诉大家一个信息 注册 注册和不注册 对网站的使用没有任何的不同 网站的前台也不会有任何的水印啊什么的 另外呢 这一套原码可以安装在不同的主机上面做不同的网站 都没有限制 至少说最近这几年是这样的 以后有没有限制就不清楚了 如果你做的是一个外贸网站 面向的是国外的使用群体 我建议你购买一个license 在国内嘛 你可以先试试 如果觉得好 是为企业做的 我建议你也是购买一个license 毕竟不是很贵嘛 接下来我们看一下support support第一个是提交工单 这需要一个正版的license 第二个是document 是在线说明书 这个谁都能看 第三个是一个知识库 这也是谁都能看的 第四个是视频教程 需要翻墙才能看 第五个是一个论坛 也是需要license 并且在Avada社区里面要进行注册 才可以提问 或者是看别人的问答 第三个是安装demo Avada是一个主题 它里边有很多demo 以后还会有更多的demo进来 每个demo的样子是不一样的 也就是说用不同的demo可以做不同风格的网站 比如有适合机构的 有适合app的 有适合法律 有的是时尚生活 有的是和健身房 有的是和电商 有的是和论坛 还有一个要注意一下 每个wordpress只能导入一个demo 比如我们这次导入的是 classic 导入完之后 我们觉得不太满意 我们想换一个demo 这时候需要 用reset插件 把导入的这些信息全要清理掉 也就是说还原成一个空的wordpress 再进行一个新demo的导入 下面我们看看插件 Avada主题包自带了很多插件 这里边有免费的和收费的 对于收费的插件 我们不用再付费 因为Avada的钱里边已经包括了 第一个是Fusion Core 这是Avada自带的插件 Layer Slider和Slider Revolution 是环灯片插件 第四个是WooCommerce 可以用它来做独立商城 这三个插件以后我们都会讲到 BB Price是论坛插件 Contact Farm 7是表单插件 可以收集用户提交的信息 发邮件给管理员 我们再看看系统状态 当前版本3.9.3 Woodpress是4.4.2 这里面Woodpress的内存限制是256 我们前面已经改过了 默认是40的 如果你没有改的话 这里显示的是40 颜色是红颜色的 说明不符合Avada对系统的要求 在正式做网站之前 我建议大家先到这里边看系统状态 有红字说明系统环境不符合Avada的最基本要求 这个红字 这个红字与你服务器的配置关系不大 主要和PARP环境有关 PARP环境主要是PARP.INI 如果你是用的虚拟主机 是不能修改PARP.INI的 所以说就不要考虑这块了 如果说你用的是服务器 或者别的能修改PARP.INI的话 这些红字后面都对应着有一个链接 点开这个链接是一个英文教程 它会告诉你如何修改 修改之后红色就会变成绿色 有很多网友问过我 PARP最大输入参数这个值 修改后没有生效 主要是因为这个参数好像是从PARP5.4才有的 如果你的PARP是5.2的 即便手工加上这个参数也是不起作用的 到现在这个阶段 Wordpress和Avada主题都已经安装好了 下一集我们就开始导入Demo 下集见,再见